據英國《金融時報》星期日報道 歐盟已提議對多家中國公司實施制裁 他們被指責出售相關的設備 可用於支持俄羅斯在戰爭當中使用的武器 這是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歐盟首次提議對中國公司實施制裁 恐怕將會加劇與北京的緊張關係 據《金融時報》查閱讀的制裁名單顯示 7家中國企業已被列入歐盟成員國 將於本星期討論的新制裁方案 制裁名單包括兩家中國公司 三合成半導體和金派科技 以及五家香港公司 這次制裁名單上的兩家中國公司 三合成半導體和金派科技 以及信樂電子等兩家香港公司已被美國制裁 美國說金派科技是俄羅斯軍工科合體中 多個實體的中國供應商